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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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修洗止观作禅法要 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请大家打他讲表 35页 35页 上次我们看到这个 静中修 就所谓止观 就说这个止观 这个止 其实止 今天我再摆 又赖上 就刚刚喘而已了 那其实 止具有观的含义 观也是具有止的含义 只是说啊 这个根据这个地贤大师说啊 这个止是什么 耶卸托上的观照 观是阴言上的观照 都具有什么 观照剥落的含义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今天我们看那个 从35页里面呢 比如说从34页来讲 它里面分成三部分 一个 限索禁止 第二个是聚心止 这两个是四修 那我们要讲理观 理观就是什么 体真止 这个止呢 就是一种观照剥落 为什么呢 像观照剥落呢 你看 就你 观照眼前的境界 正报就是五印的身心 以及正报 所依止的境界 观境 都是依你的所生法 所以知道 这个所生法的正报 一报 都随 内心的阴眼在变法的 所以没有真实性 所以内心知道 它是虚幻不实的 是唯心所现 唯事所变 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来 你也体会到了 我们知道呢 这个身心有什么 正报的身心有什么 生脑病死 一报境界有 层出快空 就是静中像一样 如梦幻泡影一样 梦幻泡影 所以知道 所以它指在 所以体心有一个地方 指一切静内相 就像我们前面在 刚开始讲的 这个指就一种观照剥落 因为这端 这里呢 这个日大师 它用体真止 体真止 什么意思 是空观的含义 是这样 所以我们先讲 也先了解一下 这个 这个指就是说 能够体会到 一切法是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是虚幻不实的 如静中像一样 所以它指到它 比如说怎么讲呢 我想再念一遍好了 再念一遍 从善四页 倒数第一行 提真止 这一行 一念到 三十五页 第二行 第二行 三者 提真止 所谓 一遍 随心所念一切诸法 稀之 从阴言生 无有自信 则心不取 若心不取 则妄念以兴行 故名为止 如今中说云 一切诸法中 阴言空为主 其心达本言 故号为沙门 上次我也讲过 只是说它的意思 就是子的意思 因为这段是讲 耶理官来讲 理官啊 就你官一切法 就是什么 一切诸法就是 简单 我们是浅显的 就是眼前的境界 正报的身心 以及正报所依止的境界 就是诸法 说阴言生什么意思 内心阴言 业力阴言所成就出来的 对不对 知道 就是阴言所生法 这诸法就是阴言所生法 他说是阴言生 为什么没有自信 这个自信说 它是假戒 内心的阴言 或业力的阴言 而成就出来 说没有自信是这样的 所以知道你知道 都尽忠相一样 就像孟娃泡一样 所以心不取 是这样的 这个要 这就都才能够 那你心不取 那你心不取的话 你知道 不要说所远的境界 乃自内心 人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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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阴言所生法 没有自信 所以在内万年心是这样 万年心是这样 是这么意思 所观的境界 不可得 连人观的心也是不可得 是这样 所以文明子是这样的 讲到这边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看 上次讲到哪里 第几行 第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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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若无有心 那一行 第五行 这一行再念一遍好了 若无有心 则一切法皆无 行者 雖观心不住 皆无所有 而非无撒那 任令觉知念其 这事实上 我们讲到这边就是 那五有心 这心不可 五有心就是说 人观的心也不可得 这一切法皆无 因为一切法我们知道 一切法说是 唯心所现 唯事所变 接五是意思说 不可得的意思 要了解 不是说没有 要了解到 接五他因为这个 是谁啊 知识大师 接五就是意思说 他没有自信的意思 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要怎么体会到 比如说一水事件 对不对 我们人法界 看水是水 天人法界看水是什么 天人看水是什么 琉璃对 你要这么认识 然后二轨道看水是什么 火 或龙血 这些 来到出生到 那个水株类众生 看水是什么 洞穴一样 住处一样 你知道 所以可见 你想想 一切法皆无是 因为 所以想想看 假如 水是真实的话 为什么天人看水是流淋 可见他没有真实性 一切法皆无 就是一切法 他用这个一水事件 让我们体会到一切法是什么 没有真实性的 就像孟晚泡一样 一切法皆无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一切法皆无是这个意思 一切法都为心所心的境界 是这样 就了不可得 是这样 那这里面 接着 这个字 大家要跟我们体会 让我们这样 虽然一切不可得 一切法是 那的造作是 历历昏迷的 为什么 行者虽观心不住 虽然你知道一切法 心啊 不只说所观的境界 乃是能观的心也是不住 就是念念 就是所谓过去心不得 现在心不得 未来心不得 但是这样 就所有就是这样 不可得的意思 因为因年生因缘之故 但是呢 而非无刹那任凝解之念起 毕竟呢 你内心的造作 你起善念二念 所成就的国报 是不失不坏的 知道吗 这段话就是呢 虽观心不住 借乎所有 而非无刹那任令 截之念起 就是以前 我们在大圣启信伦 念过一句话说 虽然你出口法至心不生 而互其念 因年何而 善恶之夜 苦肉等报 不吃不坏 有听过这句话 就说我知道呢 我这内心啊 我知道我这心是 我能念的心啊 比如说观众的内心 是三性良不可得 其实良不可得 其实一年生也美的 但是呢 我内心所造作 我起心动念 我起个善念 起个恶念 就任意就是这个具有什么 假名假象 假用的功用 俗地理啊 知道吗 这里面有讲说 所以 虽然一切 这内心啊 不可得 但是呢 我内心的造作 乃至未来 或得到的英年果报 是不施不坏的 人与结育的内心就是这样 他既有假名假象 假用的意思 就是这样 就是不能否定过去的 因为内心都会生 你虽然不知道 但是毕竟呢 种族会起现行的 是这样 也可以这么讲 非无叉那 任令节肢啊 任令就是不假造作 这个念头会生起来 虽然不可得 但是毕竟啊 你过去毕竖 你过去生 你过去生 生起那种 所生起的念头啊 都不知不觉 就生起来的 是这样 有种等流谷的含义 那这里面也是可以用那种 大臣奇运的那种 那虽然诸法自信不生 而父母经念 而父母观照 我这念头 所造作的 善恶力 还是会生起来的 果报也生起来 有时候那意思 这就是也就是说 虽然不可得 但是呢不能说 他还是毕竟有 一念果报 是不是不坏的 也是这个意思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呢 这在歌壁那三行 就是第六行到第八行 这三行一起念 有观此信念 隐内有六根 外有六成 庚层相对 故有续生 庚层未对 四本无生 官生亦是 官媚亦难 生媚名子 认世贾利 生媚心媚 极媚性情 了无所得 是所谓 内般空举之理 其心自直 这时候呢 这智子大师又用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一下 不然这念心呢 这心呢 比如说第六诗好了 还是他这里面是讲的 六诗来讲 六诗 不是这样 内有 因为说我们身体内有六根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那外面有色身相会触法的境界 根层相对 真的有什么 六诗的生起来 那就是说他一说 这个就是一说 有六根六层的阴延 这个延 它有六诗的生起来 如果根层没有相对的话 六诗就 本来就不会生的 是这样 这让我们体会到 就是一切法都是 这个六根六层六诗 就是十八戒 是本来就没有生 是因为根层相对之故 才有六诗 所以这里面呢 那我们体会到 一切法都是一年所生 是这样 就是你来根层会的 官生 官一年所生法 就是这样 这有一句话说 因年何而虚妄有生 就是一年 它是假戒的 这个六根六层 才有这个什么 六诗的存在 魅就是这个六四 也是因为根层不相对之故 魅就是这样 魅就是这个魅就是 魅就是所生法 这个六诗啊 魅就是所生法 魅是因为六根六层 不生起来的 不生起来的 是这样 就意思是这样 就是这样 魅就是这样 这个比如说 我们感受 比如说 刚才上次我以前讲过 那个 比如我吃饭的时候 对不对 今天吃到什么 酸辣汤的一样 这个就感受到了 身就是观身无私 就感受到 气死死死死 又酸又辣 但是呢 吃饱完后 我这时候呢 舌头没有接触 那个什么 这个酸辣汤了 那鼻子 就是我眼睛里面接触了 这个色就是魅就是 保厚四味 吃饱完后 对那种色香味的感受 就淡薄消失掉 魅就是这样 就六根六层 你没有接触的时候 就是慢慢淡薄消失掉 心就是无常 就是这样 他是生如是 魅如亦然也是这样 所以生魅的名字 但是假的 就是说你这个 因你所生活 我今天呢 在生的时候 我确实吃到这个酸辣汤 历历清清楚楚 确实你感受到了 又酸又辣 很生 那吃饱完后 魅就是吃饱完后 对那种色香味的感受 那这顿饭 就是刚才说 那个酸辣汤一样 那吃饱完后 魅在魅的时候 一年魅的时候 我对那感受 慢慢消失掉 淡薄掉了 都是假粒 什么假粒 假名假象假用 假名就是 确实有酸辣 这个酸 确实有感受到酸 这个又酸又辣的感受 但是吃饱完后 那种感受 那种感受 就没有了 假粒而已也是假粒 虚幼不死的 这时候呢 我们平常有这种感受到 就慢慢的 这个色面西面就是 有这个人所知道 有人所的对立 慢慢 极面现前了无所得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要从西空观去体会到它 刚才西空观是无常观 这极面现前什么意思呢 这个辽所 这个就像我们 上次也以前也讲过 就是禅宗常说一句话 终日吃饭 不曾吃过一厘米 整年传逸 不曾穿过一厘米一样 我今天吃饭的话 有能所应有 刚开始有能吃的我 吃西饭 吃那些 这个希望 哇这个有饭有饭香 对不对 但吃饱完后 对那饭香的感受要慢弹消失掉 就一样 慢慢的 你这样慢慢的 一切法都不可得 连能吃的心 所吃的饭 都延伸无心 当底极空 延伸当底极空 这句话又讲提空观去的 你慢慢这个生命心灭 就是说 人吃的心 所吃的饭 慢慢淡薄掉 消失掉 你那这时候呢 极面现世 那不如全美的境界慢慢现起来 是这样 那慢慢是这样 他因为这个智大是这样 他因为从西空观到体空观 就是要慢慢体会到他是这样 那体正值是什么 主要是讲体空观 但是我们要从无常观下手 因为无常观就是西空观 慢慢体会到 体会到体空观 你才能够极面现前 这个 生命继命 极面现前 就是上次的沙拉里 其实在 互表之四 再看一下 你看 生妹妹极面为乐 你看就是倒数第几行 倒数第四行 看一下 倒妹二弟 这个生妹继命是 这时候你极面现前 是因为你 有媚心有什么 观照波的这个 你知道吗 倒数第四行 你看 生妹有没有看 就是上次互表 第一页 倒数第四行 生妹妹极面为乐 你才能极面现前 知道吗 那极面为乐就是什么 极面现前 那种不生不妹的境界 就是那种 媚帝的境界现前 现前是这样 现前是这样 所以知道了无所 这个了无所 就是说 比如说我刚才说 极直 我们知道 人吃的 就是我刚才说 中文吃饭 不曾吃过荫荫 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 但是你了解到呢 你说从俗地里有没有吃饭 其实有吃了 那不吃 对不对 早上也吃饭 中文也吃饭 只是说 它内性跟什么 和我空的内盘境界相应之故 是这样 从空观 从真地理 它是了无所得 这了无所得 是因为什么 真地理来讲 真地理 颜色无性 当体即空 因为我们这段说要讲 体真子 因为什么 空观的 空观的字来讲 不讲假观 假观是什么 其实是利于分明 其实有吃饭 那不吃饭 因你的所生法 了无所得是这些空观来讲 尽忠相一样 是所谓的内盘空取之理 这时候你知道 你 就是 人吃的我 所吃的饭都是尽忠相一样 了无所得 所以所谓内盘 是所谓什么 内盘空取之理 心自止 就是这里面 大家体会到 它这里面讲到 都比较属于那种理观 慢慢体会到 这个 就是要从什么 我们要从什么 西空观下手 很重要 对不对 要从西空观 因缘深 因缘深 自然不可得 然后慢慢体会到 因为体空观 会所谓更深 就是慢慢体会到 他看到都是一切法 当底极空 为什么当底极空 因为是一切法 都是假戒 内心的因缘 成就出来 就尽忠相一样 这样 那这里面呢 我要讲个故事 大家听看看好了 这个六跟六成 这个慢慢体会到 六四 这佛头时代的故事 这佛头时代的故事 就是说 有一位居士 就拿了一束花 要供养释迦摩尼佛 佛头就故意问他呢 你拿花来是做什么用啊 你说今天来见佛 是有什么目的 这位居士说 我居士说 我居士说 今天拿花来是目的啊 供佛 供养释迦摩尼佛 而且呢 我今天来见佛头 是为了想要出家修行 成就道业 他讲 那跟佛头 跟佛头表明他一含义 那就说佛头说 哇那你想要成就圣道 不求什么都不求 这个基督说是的 这佛头呢 看他很虔 这位虔诚的基士 因为他很难以束花 来供养释迦摩尼佛 佛头就说 你要放下来 这位基督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啊 只手中拿着花而已 为什么要 有时候可以放下呢 佛头说 你手中的那一束花要放下来 这位基士就把 要供佛的花就放下来 这时候呢 那时候参手合掌 你恭敬的聆听 想要聆听 世纪阿摩尼佛头开始 这佛头又说 还要放下来 这时候佛头说 这基士说 世纪阿 我手中都没有什么东西了 还要放下来 刚才花已经放下来 还要放下什么呢 佛头说 你合掌的双手要放下来 因为这个基士就想 奇怪 这个双合掌表示我公金心 为什么要放下来 佛头这么讲 他就放下来 这时候呢 这个基士又想了 哇 这时候佛头可能要准备 为我说那种 唯妙的无上妙法 让我成就是一种 能够成就道业的法门 的开示 这时候这位基士一直在期待的时候 在期待 在内心这么期待的时候 佛头说 还要放下 这时候这基士说奇怪 他就会想 我花也放下来了 所有放下来 什么都没有 还要放下什么呢 佛头念佛头有他心同事 佛头念他佛头有那个 他有鉴别众生根基利论的 那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不可思议的那种 他都知道 佛头说 你期待佛头为你开示的那个心 也要放下来 这时候你看 他感觉这个基士 哇 这时候呢 赶紧到家了 就是赶紧到家了 这时候内心他也放下来 就是 不可的 那个心 这时候开悟了 大叉大悟了 就是说你今天呢 从这段话里面呢 他就是 就是 人家这么开示 就是说 这段 就是说这段典故 就是说 他今天拿到这束花 就代表什么 六成境界 那盒掌的双手 那盒掌的双手 叫什么 六根 要放下来 这样 就是把那个六成的花 盒掌的双手 叫六根 要放下来 这时候呢 你让内心啊 六四 就是内心那个四 就期待 佛陀为他开示的 跟开示 佛法那个心 也是要放下来 六四 就这样 一切法都不可得 就这样 六根六成六四 就这样 他这个故事 就类似这个典故 就类似这个意思 这段话就是说 今天呢 我们看这个心就这样 你看 这个 可以参考一下 就这样 六根六成 就是说 当然啦 这个就是说 他能够放下是怎样 他是因为他一心闺蜜佛陀 而且呢 很前任 你知道 就是说你要提味到 这个根成 都是因脸所生法 来自我这内心 也是因脸所生法 知道 这个慢慢在提味到 他是这样 所以他能够了无所得 就是说一切法 都不可得的境界 慢慢在提味到 那我们只能提味到 从无常观 从一年生 一年妹 慢慢去提味到他 都不可得 是这样 慢慢他提味到体空观 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看 《起心论》这段话 倒数第三行 倒数 对 倒数第三行一起念 《起心论云》 若心慈善 即当舍来 注意正念 是正念则 当之为心 无外尽弃 即悟此心 亦无志向 念念不可得 这个 若心慈善 主要是第六诗 因为第六诗 一念弥佛的时候 向外奔驰 散乱 就叛延了 若心慈善 就是内心叛延 六成境界 若心叛延六成境界 是一念弥佛之故 这时候即当舍来 注意正念 那你知道一个纪念行者 乃至修大圣法的行者 都要舍来注意正念 这正念里面 这正念 可以这么讲 空观也是正念 假观也是正念 中观正念是这样 看你怎么 看你怎么羞耻这样 这个正念就是一种 代表一种 他内心 比如说 今天讲提真子 他按住在眼神无性 当底极空的境界里面 也是正念 我今天不会境界左转 就是正念 就这样 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境界 是违心所见 你看这件 是正念者当初违心 无外境界 这违心所见 当初有种观照 观照有没有 要常观照 一切把 都是违心所见的 对不对 无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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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切法都违心所见 违心所见的境界 不是外在 就是违心所变 外境 都是内心所变现的境界 不是外在境界 刚才从液水事件 就提回到了 就从这件事情内就了解 当初违心无外境界 因为水是真 我们在体会到 假设水是真实的话 天然困水 水是流离 可见水不是真实的 它是就像梦梦泡雨一样 这时候你了解到 一切法是违心所见 是随任何法界的内心所变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不是真实的 这时候就了解到 你完全随我们内心的因言 所变出来的境界 也是这样 违心这个意思 当时违心这句话 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 知道体会到 一切法 因你的所生 为事所现 为事所变 是这样 是这样 这句话 要调体会一下 那这里 外境界是这样 集乎止心 这时候你 刚才是讲 对外在这个境界 确实都违心所现的境界 集乎止心 这个止心 什么意思呢 人贯的心 人贯的心 这个集乎止心 就是我 人贯的心 也是因你所生法 无有志向 你知道 无我向 就是意思都没有志向 就是也是颜色无心的意思 没有真实的相貌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人贯的心 也是因你所生法 就是这样 刚才讲的是 这个说你今天为什么 我不会叛六人境界 因为知道外在境界是违心所现的 就像一水事件一样 所以你不会叛连 乃至呢 我知道 人贯的心也是不可得 所以没有我向 人向是这样 念念不可得 是这个意义在这里 这个是慢慢体会到 这个就是说 念念不可得 因为呢 这里要从 就是说 这个 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尝尝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好 先看那个 上次户表第二页 户表十四第二页 先把正念先了解一下 看第二行一起念一下 第二行 是正念者当日为是一心 无妄竟妄心 所谓执心正念真如 一如二如也 就是正念真如 能贯的智慧就是正念真如 就是正念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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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贯的智慧就是正念真如 就是能官的智慧啊 执行正念正乳 执行啊 执行正念正乳 正念者就是要用中官的智慧来讲 中官的智慧来讲是这样 但是呢 今天讲到呢 我们讲空官的智慧就好了 不要讲中官啦 因为中官喔 你要从空官来的话 那今天假官是中官 今天讲比较简单一点 会怎么简单一点 我今天 我比如说好了 你看一下呢 你看那下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 那这个正念呢 他就有空官的智慧就好了 不要讲中官 讲中官会怎么 比较难 会怎么呢 请大家看一下 看户表十三喔 户表十三喔 第二页 第二页来看一下喔 这段话你要了解到呢 看哪里呢 这个倒数第一行 中官论 这个官四地秉 这一行 念这一行就好了 未曾有一法 不从一人生 事故一切法 无不许空者 你无不许就是正念 知道吗 你听到体会能够提到一切法 无不许空者的话 就是正念的意思 空官的智慧就好了 因为今天讲到那个 你又讲到 从我刚才讲过 这个你有空官的智慧 你知道一切法是严慎无尽 当底即空 这事也是正念 我不会被禁忌的说法 同时我知道 连人恋的心也不可得 无尽也是这样 就像刚才说 禅宗所说的话 终日吃饭 不曾吃过一粒米 那也是正念 对不对 空官的智慧就好了 你现在讲到中官的智慧 那是呢 一看一切法都是真如的晋接 那是更深的一点 今天我们讲到比较浅显一点 就空官的智慧就好 当底即空 就这样 就这样体会到这个 因为它这里面是约什么 圣道门来讲的 是这样 那这个体会 比如这样 延生无定 延生无性 当底即空 这个体会 这个就好 这个能够体会到就好了 那中官的智慧 我们慢慢来 先了解 然后接下来看那个 请大家看到 也是上附表 附表十四 第二页 第三行 第四行 《颜洁经》 这两行一起练 神安子 师范及礼 不作方便 离范及觉 亦无见智 一切菩萨及莫世众生 依止修行 如是乃能 永离诸范 这段话是这样的 慢慢的说 你要谈一切法 为什么知范 这个神安子 就是任何一位修行大圣法的行者 你知范 这个观照 观照 放射 意思呢 这范 就是梦幻泡尼的意思 金重像一样 对不对 就是你能够体会到 金刚弃所说的 一切有恶法 如梦幻泡尼的法 马上 离 这个离什么意思 不住的意思 无所住的意思 离就无所住 不住 这个离也是不简单 你能够体会到一切有恶法 如梦幻泡尼的法 马上无所住 不住 不作方便 因为你有这种观照波落的时候 就不用修什么荒本火了 而且离幻集结 当你不住这些梦幻泡尼的经验 当下就结悟了 当下就结悟了 离幻集结 那这个觉知有包含什么 你是空观的智慧吗 还是假观的智慧吗 还是中观的智慧 这种关系的 但我们这里要讲 空观的智慧就好了 空观的智慧就结的好就好了 不要 就像刚才说 中观路那一句话 未成为一法 不从一言生 事故一求 无不公者 慢慢从空观的智慧去体会到 当下就结悟了 是这样 当然我们说 离幻集结的结就是 看你是空观的智慧 还是中观的智慧 是这样 那我们当然现在答到中观的智慧 但是问题呢 太深入了 知道吗 今天有没有受用 你先去从空观 慢慢假观 中观是这样 所以这里 因为他这些都是什么 圣道门 知道吗 佛陀的勉励大家 末世众生那样 也是可休止的 你知道好好休止 等一下我们谈到 也是可能成就生道的是这样 接着我们看 回到讲表 就是大家了解到 就是 这段话就是 念念不可得 连我正宁观的智慧也是 也是因你所生法 念念不可得 每一念都是因你生因你妹的 不可得 是这样 接着我们看 八十三十五月 倒数第一样一起念 为初心修学 未变得至 意志令座 往往夸狂 如学设法 久息翻重疑 就是说你刚开始 初心修学 初学的人 在修学这个 像是空观的智慧 对不对 不然你现在修 现在修空观就好了啦 未变得 未变得 未变得安住在那边 就说你妈妈 你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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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安住啊 就是没办法安住 就说你会怎么呢 就是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那种就是 浩高勿云 有时候没办法安住 确实有 未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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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安住在那个 空观之外 你很难 确实难了 因为 因为和每个人的根基有关系 因为过去生的习气有关系 你意志令座 往往花狂 就是你勉强呢 一切都不可 不要 慢慢 往往下 花狂 就花花 花花 就是神经抽烂一样 是这样 你不要 意志令之 你不要勉强啊 勉强啊 按照空系里面 你必要不要太勉强自己 所以自找到说你学那个射箭一样 因为学 用那个射箭来这个 学射法 学这个射箭的法门啊 要 要经过很久的薰血 才重到八星是这样 翻重瑜 就是这个就同样的道理 这个有时候你刚开始不要 就是说你要慢慢来 就是慢慢的修使佛法 就是说你不要不是一触可击的 就是说你要不断的熏许佛 不断的闻识修就这样在这里 接着我们看36页 这里面就把修旨讲过了这个旨内 就是说他纸其面就是观的寒意 知道吗 只是说纸他约什么 当然知道约切脱上来讲 就是说我那样让我这个内心 不会攀影六圈境界 就约来讲我内心不会攀影就是纸在那边 就像纸在念佛上 因为我知道呢 眼睛的境界正不老身心 一般都是虚幻不死的 近重相 虽然我纸在念佛上是这样 那修观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一起念啦 从第一行 观方法这个从第一行一起念到第三行就好了 二者修观有二者一者对峙观 如不敬观对字贪欲 慈心观对字称沸 妾昏眉观对字卓我 蜀习观对字多寻思冷 此不昏眉也 就是这里面有两种 第一个对字观 对字观就是一种对字一般来讲 比如说就像我们五庭心观一样 五庭心观有没有听过 五庭心观 多贪众生 多贪贪欲众生 修不禁观 不禁观 称认性就是多慈悲观 以赐众生的一年观 就那是那个意思 这个里面你看 那里面讲不禁观 就是说这不禁观也对贪欲心 那里面呢 这个非常也很重要 这个佛陀时代 你看 这个不禁观的故事也是有 就是说这不禁观啊 他能够成就生道的 就像佛陀那个时代也是有 就不禁观 因为经过善知 像佛陀指导的话 就能够成就生道 是这样 那这里面 是约什么 约这个五庭心观来讲 多贪众生 贪欲心又不禁观 这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 这偶一不是偶一 硬观他是说 比方简单一点 就比如看到那个男众看到女众 女众看到男众 为什么他喜欢 因为就是那一层皮而已 所以硬观他是说 你把这一皮剥下来 血淋淋漏就这样 那不禁观里面有 其实有五种不禁观 五不禁观 什么五不禁观 种子不禁 种子不禁 然后生出不禁 至少这样子 体性不禁 像不禁 救救不禁 那种子不禁 那种子不禁 就是因为 这个就是因为 这种子就是因为 它是用精卵 精子 它有卵 而结合了 本身就不禁了 是这样 是精卵 是种子不禁 是这样 生出就不禁了 是这样 然后造成了这个 本身这个 精卵合了的这个胎 就是不禁 种子不禁 生出不禁 所以它体性就不禁了 体性不禁 自然而然 那种子不禁 就不禁 来自呢 生到死就不禁 五不禁观 是这样来讲 还有九祥观 不禁 九祥观 就是九祥观 五不禁 还有九祥观 我就这么简单讲就好了 不用不禁 那你简单的 就根据那个 印瓜拉斯所说的 观到 一个男的看到女的 你的看到男的 就那层皮而已 写音的 就花瓶成分一样 花瓶 外表是花瓶 里面是农血石尿 就这样 我一大师说就像画廊成分一样 彩画的狼带 但是里面也是农血石尿 不禁观就这样 那慈心观就对之称谓 就是我们今天呢 你面对那个逆境界啊 对不对 为什么起称赫性 就是面对她 这个好像是 我们都是 当美会这样的 因为秘密经界人家 撞到或是不小心撞到你 或怒貌我 那想到 那是怒母的有情 我以前也稍微提过了 比如说用 就是说慈心观 就慈悲心就是 奴母有情 就是奴母有情 就是慈悲心啊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生的母亲一样 过去的父母亲亲人看待她 对着我们的承认心 对着我们内心的称谓 我们那边都遇到逆境界 有的人不小心啊 就碰到你 或是转到你 有时候 我对我们那个 无理的取闹 也要是要判 就是你本身要这种慈悲的关照 同时了解到 因为有时候你要怎么这个 要想调 这个称谓心啊 对我们身体上有害处 什么害处 第一个什么 呼吸加快 对不对 第二个什么 呼吸急速 呼吸就心跳加快 第一个 血压升高 对不对 这个也要是要照提示自己啊 不能随便起承认心就这样 让人家慈悲心之间 慈悲心为主啊 因为目的也对我们在身体 这个称 因为人心都 人心不满 才会慢慢承认心这样 那戒分别关怎样呢 这个戒分别就是刚才18戒 这个戒就是差别向 差别界线 差别界线 类别分析 就比如说 六根 六乘六四 就是18戒 就知道呢 今天我们看无印啊 这个身心有这样 色受想形式 对不对 就这样一样了 那这个六根六乘六四一样 就是类似那个 这个心有 色法有地水火红 对不对 心有什么 受想形式 就这样 无印一样 就没有真实 它是由六根六乘六四 而呈出来的 就这样 没有真实的我就是我们知道呢 正宝的身心好了 这个正宝的身心 是由色法的 就无印的色受想形式 色法对不对 这色法 色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地水火红来讲 心法也有什么 受想形式 没有真实的我 就这样 就像呢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你看 感受到 我感受我 哇 这顿饭 色相会俱全 对不对 刚才说几个酸辣汤 又酸又辣 哇 感受到 但是呢 等一下吃饱了后 对那种酸辣的色相会感受 那顿饭 慢慢淡薄 还是消失掉了 那真实的我 因为我是什么样的 常意出来 我那个心 我那个感受就是我 感受到色相会俱全 但是吃饱了后 那个我 对那种色相会感受 又慢慢消失 慢慢淡薄 消失掉了 那真实的我 就这样 那种感受到 用感受 色受想形式的那瘦 确实不可得 所以这个戒分别观就是一种 对这个 你从无常观去体会它 因为这个六 就是念六跟六乘六四 就十八戒 来自这个 从五音的身心去体会到 从这个色受想形式 色法不要会怎么容易体会到 比如说好了 小失的我 他现在我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对峙我就知道 何必 所以你看想 等下十年的我又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不要对峙 对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捉我呢 要吃得好 要穿得好 要住得好 对不对 我常常这样想 所以知道 等下这个 慢慢从这个 从色法心怀去体会到它 不可得的境界是这样 慢慢地体会到 从 也就是从无常 从初常体会 无我是这样 从无常 比较容易体会到无我是这样 你不然 小失的我和现在我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都是无常的 你才会提到无常 无我是这样 结婚别关系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那熟习官呢 对于是什么 多巡师什么意思 巡师就是 虚幻的分别心 那这里面会有多巡师 为什么呢 这巡师其实 如果今天如果说 耶 散法来讲它是什么 观照波罗 但是这个多巡师就意思说它是一种 虚幻的分别望 广想杂念 知道吗 如果说耶散法来讲是观照波罗 那今天是耶恶法 因为散法对质 就到了他 他就表示说 他有一种散乱 妄想杂念 就是多巡师 就是一种虚幻的分别心 巡师这样 因为在维师里面呢 维师里面有一个不定心手叫巡师 这巡师就是巡师的意思 就是这样 妄想杂念 他有说 那是耶散 耶恶 耶恶法来讲 耶散乱法来讲 是行事就是一种旺虚幻的分别心 是这样 那因为善法来讲 就是观照波罗 是这样 要有认识 要用属习官来对质 其实啊 那今天从练佛来讲 不修属习官 为什么不修属习官 练佛就好了 你练佛就能够对质那个妄想杂念 这要不断的虚取佛罗 就是这样 那我因为有练佛不修属习官 是这样 因为他这 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些 他讲这些是因为他圣道门来讲 是怎样 圣道门就是怎样 此不分别也是 不详细分别的 因为为什么 当我能够对质的时候 不可得 因为能够不济习官 我能够想想看 我有不济习官的智慧 我就是内心不嫁以详细分别的 就是因为能够对质 比如说你能够内心不起妄想杂 这时候你不分别的 就不要详细分别的 是这样 因为我内心有智慧 官召佛罗陷阱 像比如说四年初官 就是不敬官 无参观 苦官 无官受事苦 那个官 无我的官 就是那时候你智慧陷阱 你就不用详细分别的 因为这个智慧陷阱 就不在对这个所言境界 不要详细分别是这样 这也在这里 我们先下课 好 请大家 打开讲表36页 就是刚才我们 学习到这个对之官 这个官就是对 第一讲的对之官 这个对之官就是 就像五庭心观一样 或四年初观一样 有那个意思 那这个里面呢 顺便看一下 看到上资户表 户表14 第二页 为什么要修对之官呢 对之官 为什么要修对之官呢 就是上资户表第二页 就是倒数第 是不是掉数第 第六行 不是说第六行 第七行 不是说第七行 前面算了 不要算 前面算了 第六行 不要说倒数 前面算了第六行 修官 一而二种 这三行 这三行一起念 修官 一而二种 一者对之官 二者正官 初对之官 又明驻官 即是对之之心中 凡之烦恼病 以其痴案 仿佛迷情过重 对一切射程境界 看不破 誓不透 恋恋之间 其贪嗔痴等种种妄念 这里面 他这个是 我这段话是也根据这个 宝敬法师的小子官的 讲述 他的讲义里面出来了 就是说 对之官 就是这种 因为他讲 正官是什么 就是理官 就是 就是体贞子 正官就是理官 体贞子 体贞子不简单 那这里面 刚才讲对之官 就是叫助官 就是帮助正官 就是对着内心的烦恼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的烦恼叫 那个 见佛施佛 不要刺身一点 那就是说 你刚刚学佛就这样 因为刚初级的人 对不对 那吃案的防复是疑痴 这个 暗来形容这个疑痴的防复 因为迷情过重 秦子 这个我子很重 就是近似佛很重 过重 对眼前的境界 就是说看不 没有对眼前的境界 这个摄成境界 这个摄成办法什么 摄相会触法境 摄身 因为他就是摄身相会触法境界 就没办法看破 都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他 他是业力所感的境界 然后没会这样 虽然你学佛了 但是你看不破 能不能不了解他是唯心手线 直接手感唯心手边 不讲 所以念念之间才起 所以起这种种贪吃之烦恼 就妄想 妄想杂念是这样 是这样的 那你看那为什么要修 第二个我想想说 为什么要修这个观呢 你看英瓜拉斯怎么讲 倒数第四行一起念 这两行一起念 初心念佛 未到清正三昧之时 谁能无有妄念 所贵心肠绝照 不随万转 重点就是 最后那句话 所贵心肠绝照 不随万转 所贵就是 重点就是 最 最重要的要心肠绝照 就是我们 跟大家互相免利 为什么呢 我们都是仿佛众生 都有欲 对不对 不是欧罗汉 对不对 不是欧罗汉 欧罗汉是 我倒是这样讲好了 心肠绝照 就是心肠绝照 要常常啊 一是二六十钟 就是你 不是说二六十钟 睡觉还是要睡觉啊 但睡觉的时候要这样 就像 这个我们要念念这个祭送 就像那个披离 就用切药一样 这个像我们师傅人讲 在睡觉的时候要 静坐一下 要持坐念佛一下 也好 要这样 那你要念一些 准备睡觉的时候 即时寝息 当怨众生 生得安稳 心肠绝乱 也是睡觉 也是这样 因为你睡觉怎么睡觉 也是要有这种心 心肠绝乱这样 不随妄转 不随妄想而起来 生起来 这个心肠绝照 为什么 你这个里面呢 那心肠绝照也是要怎样 对这个 极力 苦极二地有深深的体会到 怎么讲呢 对这个流转生思苦 亲生的八苦 有深深的认知体会 你才会心肠绝照 对不对 你没有这个体会到 你很能心肠绝照 那虽然硬瓜都说 你出去 你没有震到 念我上面 就是你还没震到 那个断见佛的时候 你就没有震到 念我上面 能够扶住 见识烦恼 还是成就什么 欧罗汉的狗味 这每个人都有妄念的 你出国的圣人好了 出国的圣人 他只断见佛而已 还有 他是有贪生子 不过只要淡薄一点而已 所以应该是这两个人 说心肠绝照 这个我们常常要讲 对这苦及二地 对这个生思苦 认识这苦地 尤其是苦地 也深深的体会到 人家心肠绝照 跟人家互相美丽 那看 再看道主第二行 这两行一起练 在房屋地 随无烦恼 须贫使 亦先提凡 自然亦尽逢言 不致触发 重发亦然顿起绝照 令其消灭 就是 这阴光大师也是更能 告诫我们 因为都 房屋地 就是你毕竟还是房屋众生 见师父后 你还是一个 有欲的众生 见师父后多没断 多有烦恼的 所以告诉我们 平时 意思是 平常要准备好了 就你修这个不敬观 要修啊 天天要修 天天要修 时刻要修 他才无常观也要修了 你这样平常 这个慈悲观这些 这些 我们说 这些 不敬观 无常观 我们来这慈悲观 你平常不修的话 这意境虹言 不是 就是说你平常没有修的话 意境虹言 已经太慢了 不是处啊 不然突然发生 不是 不至于处 突然啊 处就突然发起 发起那种贪 秤痴的心 对不对 他每次都会 我们房屋中都有 就是欲啊 那你平常没有在准备好 平时意境就是 平常要准备好 就平常要修持的 意思在这里 纵然呢 你会显起贪嗔痴的 这种方法就是你 纵然 刚才升起的 但是你会 马上关着 这是不可得的 你知道我先起 其实我 其实贪嗔痴的心的念头的时候 你知道 它是无常的 对不对 心事无常的 就像呢 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在这也是那个 无常关 故人当然以 事后之悔悟 破 零食痴迷 对不对 这我们参公事 参公讲的话 他告诉我们 要以事后之悔悟 破 零食痴迷 就这样 平常要准备好 像这无常关 平常要准备好 你知道吗 就是平常要 那因为 所以人家看 顿起绝照 对不对 你平常没有准备好 你怎么顿起 不可能马上 马上那个绝照 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所以 这也讲这 跟英国大师讲这一句话 引用他的花 也是跟大家互相美丽 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修这个对峙观 也是这样 还是好了 虽然讲蜀西观 其实我唱过是没有修 因为你今天 因为他 圣道门来讲 圣道门来讲 从念法门 不修蜀西观的 因为你 我念一句 好了 我今天妄想 因为属义观 都被对峙 散乱西美 那五体习惯对 多善众生 属习惯 属习惯 都修属习惯嘛 那还是呢 多藏众生 念佛观 多藏有障碍 这些有什么 还是你都拜佛 就是你要 比如说好了 那些妄想 咱俞习惯 再拜佛一下 看看观想 观佛一下 观佛 拜佛也好 慢慢的 妄想 才就少了 是这样 所以不修蜀西观 是这样来的 因为从记念心者 也是有 大家都有烦恼 有妄想 咱俞 那你就多拜佛一下 都观想佛像 看佛像一下 慢慢 也是慢慢就 所有 不修蜀西观 也是这样来的 跟大家也是在提醒一下 所以 所以 平常 不在 我 我面语书 文昌沃书也跟我们讲 因为你 敬念心者 要修敬法门 不修蜀西观 是这样 接着回到讲表 这时候 我们把对治观讲过 要讲正观的 这正观就是一种 体空观 就是空观的意思 你知道吗 因为这般 体人子 子 就是体人子 体人子就是空观 因为子 就是什么 亦卸脱上 卸脱来讲 就卸脱上的观照 就是让你 这一念不生 我不会生起 妄想杂念 我不会叛六神俱戒 的心来讲 来 约的子来讲 这观呢 观 延起来讲 延起的观照 就观 这正观 你看哦 这又有三行一起念 就是 三十六月 第四 第五行一起念 这二 二者正观 观出貌无相 并是一年所生 一年无信 即是学相 先留守观之境 一切皆空 仍观之心 自哪不齐 前后之闻 多谈之灵 请自详之 如今记中说 诸法不牢固 常在一念中 以解献功 一切无想念 这观就是前面讲的 其实它提升只是一样的 只是说 它这个观是一样的 观的 观 这种延起的观照 这观照是什么 诸法无相 诸法就是证报 诸法就是什么 无因的身心 证报 以及无因身心所依止的境界 环境 依报 无相 为什么无相 这无相不是没有相 它是说 它是没有真实性的 意思说无相 它因为它 它没有真实的相状 没有真实的相状 知道吗 为什么 刚才讲过 今天你看 我比如说 耶一报来讲 你看水 对不对 水是真实的吗 不是真实的 因为 假如水是真实的话 为什么天人看水是流离 无相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到一切境界啊 就是没有真实的相状 对不对 是谁之外 内心的一年 所成就出来的 对不对 人法界 看到水是 现在是水是谁 那天的 天的法界啊 看水是什么流离就这样 所以一年都是 随那个法界 内心也所成出来的 是这样 说诸法无相是这个意思 没有真实相 没有真实相啊 不是真实相的 诸法无相没有真实相 不是没有 不是无相 真实相 就没有真实相 那就是 那 那 就 一年无性 这一年是无性的什么 这一年所生法 无有自信的意思 一年无性就是 一年所生法 无有自信的意思 这一年有自信的意思 因为一切法是谁 内心也在面 这一年无性就是 你要了解那 就是那那句话 就是 中观人问的那句话 未曾有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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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从一年生 事故一切 无不公者 无性 当己其空 就这样 一年所生 一年有自信 无有自信 当己用 所以即是什么 什么实相 空的实相 空的实相 今天不讲中观的 中道第一地 空的实相 就是空的实相 是这样 智子大事也是这样 空的实相就是这样 所以 大家你先观什么 守观的境界 所謂的經驗是 聖保有身心 義保有經驗 都是一切結婚 為什麼一切結婚 假借內心變化出來的 假借內心 假借內心一年而結婚出來的 就像他一樣 不從一年生 就你要把那個中關路那句話 深深的繞密在新年中 你就知道一句話 所關的經驗也是一切結婚 人慣的心也是一年所生的 比如說你剛才不是說人慣的心 比如說你剛才感受的心就好了 人吃的心也是一年所生 比如說你活的時候 拜佛的時候 我今天拜什麼 第一拜 那麼阿彌陀佛 人理所理性空極 人理 我今天能拜的心 對不對 今天能來拜佛 也不是 還是偶然的 知道嗎 這是種種因緣 就是有這個種子 青因緣 因為昨天拜 觸動我這個等流性 我今天也想拜佛 對不對 來自你拜佛 你心中有一種 譬如昨天有拜佛 拜到愛心的發醒 觸動我今天也想拜佛 來自你想想看 我今天拜佛 不是偶然的 知道嗎 都是因緣所生 都是素色的三根的因緣 來自眼前的境界 我想要拜佛 我看到這個三法的境界 也讓我想要拜佛 這個能理佛的心也是這樣來的 不是偶然的 知道嗎 它是因緣所生法 就是這樣 所以能理的心 就是因為這個能理的心也是因緣所生 也是這樣 就是我們意思是 因為能理佛的心也一樣 理佛的心也是這樣 能理的心 能理所理性空極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它說是 能理的心也是因緣所生 所理的佛也是因緣所生法 是這樣 說到 知道 自然不起就是說你 能管理的心 自然不起是什麼 不起妄想雜念 能管理的心 自然都沒有真正性的 是這樣 這尊觀啦 能管理的心也自然不起 就是說你知道一切 能管理的心自然不起 因為它這裡面就配 它其實自然不起 就是說你 這句話就是你要常常 就是把禪宗那句話記起來 中午吃完 不曾吃過飲料裡面 那個意思是一樣 就沒有人手了 知道嗎 那這裡面的話 你要常常把空間的含義提位一下 這樣 你自然而然 人理所是一種 就是你用人理所理 也是人理 從進入法門來講 就是人理所理心空極 是這樣 那前後自分 就前面後面都談到這種道理 就是意思說 一切是因緣所生 無有自信的意思 一切是因緣所生 無有自信 請自己詳細的去理解它 就這樣 譬如說 這自分它就會引用一個聚眾 禁忠一段法語來跟大家免利 諸法不勞固 這個諸法呢 那個狭義來講是聖不勞的聖心 以及一報經界 對不對 廣義什麼 四聖六法界的四法界 諸法就四聖六法界 為什麼不勞固 不堅固 為什麼不堅固 就像沒有正直性 就像偶一大師 諸法無信的一樣 諸法無信 沒有正直性 沒有自信的意思 為什麼沒有自信 常在一念中 常在你知道嗎 這念以後要怎麼體會到呢 完全在第六四的一念迷糊之中 我今天諸法約什麼 四聖六法界來講 常在我們第六四的一念迷糊之中 六四一念迷糊之中 這句話就是偶一大師常說的話 不是常說的話 他的法語裡面有 諸法無信 進水心轉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諸法無信 心會迷糊 一切欺迷糊 心會佛的一切欺負 就是那句話 諸法不勞固啊 沒有正直性 為什麼沒有正直性 因為我第六四一念迷糊的時候 一念迷 生死浩然 對不對 六法界 一念迷 輪回遁息 四聖法界 對不對 說到這句話 就是完全的一切凡聖 凡聖是沒有不勞固的 凡聖是沒有決定性的 不勞固就沒有諸法無信 就是沒有建立 凡聖的凡聖是沒有決定性的 常在我們 第六四一念迷糊之間 就這樣 就是偶一大宗 諸法無信 進水心轉 完全在我們 第六四的營內迷糊而生起來的 對不對 就這樣 你的凡聖就是 常在我們第六四的營內迷糊 它是總說 我覺得來講 疑解見空者 疑解 當你這個裡面 解是甚麼 解悟 解悟啊 你 比如說你 觀照的 解悟 見是甚麼 正悟 正到了 正到空心的意思 這裡面 疑解空者 以見空者 如果已經解悟到空心的 有空心的智慧 有空心的智慧 一個是 物正到了 它是聖人 劍就是聖人的境界 知道嗎 劍是聖人的境界 它正到空心的時候 他正到了 劍空者 這劍是甚麼 內心劍到了 不是眼睛看到的 劍是內心 物正到的意思 對不對 就像你說 金剛經說 若劍 諸相飛相 極劍如來 極劍如來 劍是眼睛看到嗎 內心的智慧 內心的智慧 若劍諸相 我物正到 物正到諸相飛相 極劍如來 那個劍就是這個劍 物正到的 中刀第一利 不是我看到的 劍就是一種物正到的意思 解是物解 物解還不是聖人的境界 劍才是聖人的境界 劍空者 劍的空心 就是那個 金剛那個劍 內心的悟正到的 因為你不論是你 不論是你已經見到或 誤解或誤正這樣 一切無想念 就第六四 不會是自己妄想雜念的 我們知道呢 這裡想念是甚麼 你知道嗎 甚麼想念呢 這想念是這樣啦 這個從威士的角度來講 想是甚麼 一盡其盡啊 四色種種明年威業 他對這個一盡其向啊 就像呢 房屋眾生有慾 他看到境界都 有種種的明年分泌知道嗎 對不對 看到你想看 就像他說啊 一般房屋中 住到 考慮到生活的享受 對不對 像住得好 穿得好 吃到都有 種種的妄想雜念 種種的明年 知道嗎 這個從佛話角度 他聽到的明年 甚麼意思 就是虛方的昏悲心 你對種種的思維啊 都妄想雜念 這一切無想念 是因為你知道 因為你想你覺悟好了 我不是說物證好了 我們不是 物證那是聖人境界 對不對 見空者那是物證不一樣 那是聖人境界 我們覺悟 覺悟就不簡單了 跟你講 覺悟就是類似那個明年之激活 那種 誤解到空心的 誤解到了 他知道一切我都原生無性 當底極空 你想想看 這種就像剛才那個 餐重的一句話 他就 中日吃完不曾吃過一匿米 那個意思一樣 結果 講解物 不要講正物 你看 你像有這種智慧的人 你看 他會起 一般防護眾生 哇 這個飯 哇 這個大鳥煮得那麼好吃 哇 他有信眾 從我明年是他 妄想沾很多 哇 吃得好 哇 這個粥啊 又香 哇 有這個香味 哇 那麼甜 這就是明年 想念是真的 就想念就是明年 但是 因為空性的人 他不注重 這個有多香 多好吃 多飽 不會的 知道嗎 記得我以前講過那個故事嗎 結果 那個誰啊 那個 他不是去人家 那個 這個 因為佛陀 因為剛好那個時候印度 就是那個國家 漢詹之故 就請了那個 婆羅門的 婆羅門教的行者 以及佛教行者去對不對 那這個國王呢 那以大臣們在想 如果今天這時候能夠 因為他們的祈禱之故 如果下來的話是 婆羅門教的行者的功德 還是 的修持好 還是 佛教 這行者的修持好呢 他們就誓言對不對 記得嗎 你定過嗎 對不對 這時候 現在這樣子 人家問他說好不好吃 吃飽就好了 沒有說好不好吃 心中就明年 沒有說想念 你知道嗎 這想念就是這種 那吃的好的 你提供給他 粗糙 非常粗糙 不堪 就是沒辦法吃的飲食 他覺得好不好吃 吃飽就好了 你不要說 這不好吃 沒有 乃至呢 蘇盛的百味佳養 在供電上提供非常順利 他覺得好不好吃 應該是一般來講 逢中心有慾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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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婆羅門就 覺得很非常好 長得很好吃 但是呢 這尊者們看 空心智慧的人 這樣 沒有什麼好不好吃 沒有說 吃飽就好了 你看就這樣 智慧不一樣 就是沒有 無想念是這個意思還在這裡 沒有妄想雜念 不是你種種的 虛妄分別的名言 就這樣 無想念是這樣 這空心很重要 是確實的 當然 比如說好了 為什麼倡慧師跟我們講 以思後之為悟 破離世知 你就是這樣 你要倡無常觀的智慧 對不對 無常觀的不簡單 確實的 跟大家也是不簡單 不斷地訓習 這個要不斷訓習佛法 跟大家互相美麗 你才去無想念 這個不簡單 因為第六四 跟你講 第六四都常常妄想雜念特別多 這個人就是 因為 你不了解眼前的智慧 唯心所限 唯心 唯事所辨之固 是智慧所管智慧 所以才這種妄想雜念出來 對不對 心中沒有 就心中沒有法寶 知道嗎 他對這無常觀的 無常觀的法寶 因為無常觀 就是空心的智慧 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這種理觀 你自然 就被經濟所轉的 就常 經濟所轉的 走走走走走走 妄想雜念 明言就出來了 想念就明言分別就生起來 是這樣 請大家看一下 今天復表 今天復表第一頁 這講到 以前的這個 以前也講過了 跟大家互相美麗 請大家第一頁一起念 這三項一起念 這三項一起念 聖蘭子 一切菩薩 及末世終生 應當願理一切放發 虛幻境界 由堅持持 願理心故 心如患者 亦府遠離 遠離未患 亦府遠離 亦遠離患 亦府遠離 得無所離 及除諸患 這以前社交有講過 只是說再複習一下 對不對 其實都要看 像我們看 看那個 那個表 就是倒數 就是倒數第四項 離境離境 你淺淺 你淺淺 這是唐公司的 創作所做的表 我是把它操錄下來而已 因為唐公司也跟我們講過 講過的離境離心 離淺 你淺淺 離境 對不對 要演你所言的境界 對不對 那你會想 你要了解 為什麼能夠離境 跟你講 這時候 你要本身要得對苦疾而地 有深深的體會到 因為演你虛妄境界 就是你對什麼 瘦婆世界 正幫我身心 依抱我們境界 有什麼 有深深的體會認知到 對不對 才會悅禮 這悅禮就是用 因為當悅禮就是用 觀照波羅知道嗎 觀照波羅 這個悅禮說 我這簡單講 簡單講好了 悅禮說 放到虛妄境界就是什麼 悅禮說法的意思 悅禮說法就是離境的意思嗎 悅禮說法就是離境的意思嗎 悅禮說法離境 就從禁讀法門來講 為什麼你有悅禮說法 它是悅禮說法的境界啊 不是我們醫子說法 因為 悅禮說法 悅禮說法 你想想看 今天 悅禮讓你健康就健康 對不對 它讓你生病就生病 對不對 虛妄就這樣 好了 好 今天你的 你這樣做事業 成功 失敗也是悅禮在決定的 它沒辦法 讓我們這樣 沒辦法自在 所以今天我們知道 說法事件呢 它不是 沒辦法自在啊 它不是我們醫子處 所以悅禮就是這樣 你要看清楚 它是悅禮所感境界 是為心所現 為師所變的境界 所以它悅禮這個放話虛妄境界 就是 就是你要切實有體會到啊 它是 悅禮所感的 我沒有辦法自在啊 就是切實啊 你看生老病死 這些都是悅禮在決定的 所以悅禮這個虛妄境界 是這樣喔 這個禮境的事業 就是說對 那你為什麼 平常這個要悅禮喔 不簡單啦 這個悅禮本身要怎樣 剛才講過 再講一遍就好 你對這個苦及而地 有深深的體會 認知到 你才會悅禮 活著很難的 所以禮境 那下面要講啊 離心 前禮前禮是在 人觀的心了 知道嗎 記得嗎 其實我做的話就在 請大家看一下 現在看哪裡 看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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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個人觀的心在哪裡 人觀的心在 欸 對對 36頁 講表36頁喔 看到 就是第一集 那個 就是 從 正觀裡面喔 正觀這裡面喔 正觀這裡面喔 正觀這一行喔 第一行你看 一切 人觀之心 你看第二行 人觀之心自然不起 有沒有看到 人觀之心是 離心 前禮前禮的意思 知道嗎 人觀之心就是 自然不起 就是 離心 前禮前禮的意思 知道嗎 就是這個意思 這離心喔 就是一種 人觀的智慧 你 你觀照 眼前的境界 正抱著身心 一抱是希望不死的 所以你那個心 要 這個離心就是 那種 那個 要離開這個 人觀的智慧也是不可得啊 也是因人所生活 是這樣 也是希望不死的 對不對 離心也是這個意思 那潛離呢 因為 就能夠關照 離心那個關照 不得 也是不可得 叫潛離 知道嗎 潛離就是 你要潛除掉 那個 能觀的智慧 能觀離心那個智慧 也不可得 是不是為什麼 它是因人所生活 那潛潛的意思 就是 能夠關照 潛離的那個智慧 也是不可得 也是因人所生活 潛潛的意思 就這樣 這以前就是說你要 這個離心潛離潛離 就是一種能觀的智慧 就這樣 剛才實際上 這個就是說你這個 離心潛離潛潛就是 能觀的智慧 都不可得 連那個離 能觀的心也不可得 連觀照那個離心的智慧 就潛離也不可得 連觀照潛離那個智慧 觀照波羅也不可 叫潛潛是這樣 意思說他都因人所生活 是這樣 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個讓大家了解到 就了解到 其實這段話就是說 你要先了解到 你切瓦斯為心所限 為事所變 慢慢體會到 或是這樣 接著我們看一下 接著我們看一下 剛才也念過了 第二頁 這剛才第二頁 第一頁 這是頭三行 一起練一下 剛才也念過了 色蘭子 知患即離 不作方便 離患即解 一無見次 一切菩薩 及莫世眾生 依止修行 如是乃能 永離諸患 這段話也是剛才前面念過的 就是說你今天要常常要這樣 從離境 離心潛離潛潛 就是那個意思是這樣 知患即離就是那個意思 因為境界也是虛用不死的 連能觀的心也是虛用不死的 就這樣 就講到這裡 我們看到隔壁 第四頁 也是同樣的第四頁一起練 能源經第四頁 這一起練 狂心智若蝦 蝦即菩提 這個智就是若的意思 智說若蝦 智蝦就是若 假如蝦的意思 狂心智蝦就是蝦 無所住 不住的意思 不住的意思 你如果不住 狂心喔 就是人家就是說你 就是黃無眾生啊 有慾 狂蝦就是你像 它是一種 它向外判那個 就是你能夠 就是你狂性弱蝦 就是說你本身啊 這個第六四能夠 不判你六人經 能夠無所不住的話 能夠蝦的話 蝦當然從中文意思上 停止的意思 那你為什麼要停止 那你為什麼要停止 因為你知道 這個蝦就是 灌照波羅知道嗎 為什麼要停止 你知道眼前的經驗是嗎 唯心所限 唯事所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攀連這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一水事件 對不對 你去體會到它 為什麼眾生會攀連六人經驗 它不瞭解它是唯心所限 唯事所變才會攀連 這時候你知道有這個蝦 它是不可得的經驗 它是唯心所限 你怎麼會攀連它呢 所以它 所以說自幻幾禮啊 環心之夜就是自幻幾禮 就是這樣 自幻幾禮就是意思 它是唯心所限的經驗 自幻幾禮 心節不叫 離幻幾節 離幻幾節就是心節不禮的意思 就像你看隔壁那三行 隔壁那兩行一起唸好了 一起唸好了 自幻幾禮 狂心若歇 離幻幾節 歇己不禮 就是那個意思 對不對 這時候你平常這個 像這種法義 要龐腾熏許 這個是根據 我是根據那個唱公司的那個表 你那個 它變成修行法語 你再度下來的 這種像這種法語 要龐腾熏許活法 其實佛羅講的話都幾乎都一樣 你如果把它了解 然後記起來 它大概都是那個意思 你對人眼睛也是那個意思 自幻幾禮 對不對 狂心若歇 狂心若歇 你知道為什麼狂心 背六神經濟所迷迫住啊 心會什麼狂 就是不知道 就是我們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貫照波羅的這個 心水進轉 就這樣 所以今天要這樣 說我們要非常常常 剛才那個櫻瓜都講啊 心長絕照 不是萬轉 就是這樣 心長絕照 就是 不是櫻瓜都是講啊 是祖師大德都是這麼講 對不對 而且佛羅也是這樣 知聞 藝術叫我們龐腾愛常常自幻幾禮 是這樣 常常常聽 常常講 心中有花寶 對不對 你心中有花寶 就是跟大家呼嘗美麗 他要心長絕照 是這樣 講到這邊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盜數第幾行啊 盜數第六行 一起練 法眼睛這一行一起練 行如公化師 人發諸世間 無印息重生 無法而不造 為什麼他講到這話呢 因為剛才講過 諸佛不勞固 藏在儀念中 對不對 就是那一句話 其實諸佛不勞固 藏在儀念中 就是一切為心照的行 你知道嗎 一切為心照啊 施法界就是一切啊 四聖流法界 就是儀念的迷霧之間 就是正念心的迷霧 所造出來的 對不對 就像剛才 諸佛不勞固 對不對 心如公化師一樣 這心就是什麼 底流 其實講 我們講 精簡一點 精簡一點 就是第六師 對不對 心就是上 像善於畫畫的畫將一樣 能畫出什麼 死法界的一報正報 對不對 諸世間有正報世間 一報世間 司法界 四聖流法界就是正念心 第六師 只要講正念心就叫第六師 一人迷霧 所開演出來的 對不對 五印是佛的五印 四聖流法界五印 完全從正念心所變形出來 從正念心所造出來的 所以無法無不造 一切為心造 就是這樣 所以這另外就是 也是那段話一樣 諸佛不勞固 也是那個意思 然後一起念一下 道主第五行 人迷霧 你這一句 諸佛所生 唯心所現 這句話還是要唱他 聖流法 要立即來 一切法 諸佛所生 這諸佛就 可以了解到 瞎意什麼 眼前的境界 就指什麼 正報的五印身心 以及一報的境界 對不對 這瞎意啊 廣義什麼 司法界就是這樣 今天你看怎麼講解讀 是這樣 唯心所現 對不對 這唯心所現 這個裡面 完全是第六師的 一列迷霧 而成就出來 而且是呢 但誰來解到呢 第八四 第六四 沒有辦法變現狗暴知道嗎 第六四 是 它是造作 造作 你今天念佛 也是第六四是造作的 但是呢 變現狗暴誰變現的 第八四 唯心所現 唯心所現 第六四第八四 意思是 第六四和第八四都有 是這樣 唯心所現是這樣 那這樣 我們要明確的 了知這樣 這個了知 這個諸謀所現 唯心所現 這句話也是很重要 所以一切都是 完全在我們第六四的 因為 就是說 簡單講啊 這是我們 常常 這是 蔡公司講 他說 第六四什麼 是成婆的根源 也什麼 流轉生死根 就是第六四 這句話 蔡公司怎麼講 偶依大師也這麼說 為什麼要講 一類明 生死浩然 一類物 不得遁形 對不對 乃是呢 地形大師在 大聖子官書記也這麼講 都是在第六四 所以第六四就是我們呢 是我們 成 凡聖的根源 凡聖的根源 就是第六四 就這樣 這裡面就是說 你要常 就是我們不斷地要 蜘蛛蜂 體會到第六四很重要 接著我們看回到講表 這時候我們把這個正觀 瞭解了 這個正觀就是一種 其實就是空觀的意思 正觀就是空觀 因為他講到提人子 因為提人子的正觀就是空觀的意思 先看空觀 以後講到假觀中觀是這樣 現在一個見 要先一個認識 接著我們看 對著新臣服病修執官 現在科判 三十六頁這邊 科判裡面 倒數第四 幾二 對著新的 就是 新就是對著這內心 第六四 浮塵 修執官 上次的講 我們用什麼 七節之 其實不是你也講過對不對 浮是什麼 成什麼 分塵 因為 我跟妳講 不管你是初學的 還是老參的人 都會有浮塵的現象 塵就是分塵 浮就是什麼 散亂 心的浮起來就散亂 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 過期生的 不是過去 要等流習氣 等於過期生流 這樣 今生也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所以要對峙它也很重要 這跟大家分享 這個 所以你看 這上來一起唸 二 對著 心臣服 並修執官 行者 一座禪時 其心 暗色 無際 正門 或時多歲 而時應當修官照了 若以座中其心浮動 清照不安 而時應當修子指之 是者類說 對峙 心臣服 並修指官相 但須善事 要並相 對用之 依不得已對峙 有乖僻之思 這段話是簡單講一下而已 這段話是簡單講一下而已 這裡面 這時候 因為它 這個 就是說你今天用指官來修持這個 對峙這個內心 我們內地陸式的浮塵 這浮塵 主要我講 就是上次也稍微 我引用這個誰啊 那個 因為我是根據那個唱功書的開始 他說今天我滅佛 拜佛 不是分層就散亂對不對 你坐 靜坐一定是這樣的 不是 一般你可許做得好 不散亂了 但是 你媽媽不小心就分層了 哪是你不分層有時候這樣 就散亂了 心要胡思亂想 人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這段話 你說你要 分層散亂就是這樣 坐禪史要暗設 暗設就是你內心 就是這個 就是 就是那 約分層來講 暗設就是你 就是明瞭性 沒有什麼明瞭性啊 就是說你第六四啊 可能是 昨天沒有睡好 對不對 你沒有睡 睡眠不過 沒有什麼明瞭性 就是今天呢 拜佛還可以 靜坐的時候就 沒有什麼明瞭性的 第六四起 就第六四沒有什麼 第六四那個明瞭性就差了 無忌 無忌就是內心 無忌什麼 內心不思善 不思善 不思惡 不思善不思惡 不思善不思惡不錯 但是呢 無忌 因為你這個不思善不思惡 而且 瞪門之意是 迷糊不清 迷糊不清啊 迷糊不清 你要了解到呢 這個無忌 在為事裡面呢 為事裡面這樣啊 內心不思善不思惡 不思惡不思惡 不思惡 就是我內心呢 不修善法 也不修惡法的意思這樣 無忌啊 就這樣 那大門是內心的 迷糊不清 無忌 就是內心的那個 迷糊不清啊 它那個 下面是 上面暗色是 迷糊失去了 現在這裡是迷糊不清 就是可能這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比較容易分層 就這樣 有時候呢 這個是就是你 有時候這樣 剛才講過 就是你可能 瞬眼不夠 你現在準備進座的時候 而且它這邊 這些暗色和無忌的門 這是有時候是過期生的吸氣 過期生的吸氣 你一過期生啊 在進座的時候 都容易什麼 分層就這樣 就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呢 種子是現形的 自然而然沒有迷糊性 乃至呢 這時候呢 迷糊不清就是這樣 有時候多睡 這個多睡 這是習氣啦 因為我們上次講過 那除非說你 當然啦 吃飽完後 晚上為什麼不吃飯就是這樣 你晚上吃飯的時候 就修這個 這個進座就容易什麼 分層 第二個 可能是你太晚了 休止觀 容易 因為晚上啊 太晚也是容易分層 第三個 就是說你懈怠放逸 懈怠放逸的人 當然也分層的 他覺得他進座 就好像休息的時候 就這樣 那這個 應當上 修觀照料 修觀照料 這個是修觀照料 上次我們講過了 分層要怎樣 從七瓦集結這樣 第一個要 你要練心手 要關照 你是分層多還是善然多 分層多要怎樣 責法 經經期 對不對 責法什麼 今天 我今天念法門來講 我修觀 我要關照一下 就起來拜拜佛一下 對不對 撈撈佛一下 看看佛像一下 對不對 要對峙我們的分層 就是這樣 為什麼沒有密尿線 你要求佛菩薩教育 弟子呢 很懺悔 沒有睡多 你要跟佛 跟這些佛菩薩講 對不對 跟佛像 你看看佛像一下 起來拜拜佛 撈撈佛一下 目的對峙分層就是這樣 就是對峙那個 新的層就是這樣 浮層就是新的暗色 不小心 你看看佛像 拜拜佛一下 撈撈佛 像我們師父就是這樣 第一個 拿那個絲的毛巾 插一插臉一下 插插臉 對不對 懂一下 不要再 一定要讓我內心 因為這個分層 那個層 像暗色這些不一樣 都是習氣知道嗎 你對峙的話不行了 因為念佛 因為為什麼要靜坐念佛 心水靜轉 所以要靜坐念佛 才能夠成就一心不讓功夫 是這樣 所以要對峙上 用插一插 不能再分層 而且要 那修觀照理 當然 當然因為剛才 以前那個 治理大師說 那是立根人 關鼻 關那個 那個 關肚脊那邊 對不對 那是立根人 因為現代我們來講 今天我們這樣 你今天那個禁法我們來講 你要這樣 看看佛像 起來拜拜佛 對不對 那老佛一下 要這樣 要這樣 對峙一下 折法 精進喜 得到法喜很重要 這樣 那接著 如果以重心浮動 就散亂了 為什麼散亂 你想想 我一個人為什麼散亂 平常沒有人家修 沒有人家修 只修觀 沒有人家修觀 無常觀 你也知道心子啊 為什麼浮動 你想想看 你常常體會到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為了心不可得 三心了不可得 你就比較不會互動了 這平常啊 就準備好 知道嗎 你也不然你平常沒有準備好 你近周念佛 一定妄想雜念 一定這樣的嘛 清照不安 就是你 這個就是說本身啊 就是說 分焙心啊 清就是清照不安 就是分焙心太強了 這平常要準備好就是 剛才 散亂說啊 如果平時沒有 平時沒有準備好的話 這樣 異敬虹眼的話 就讓你說 在念佛的時候 就生起來了這樣 所以說清照不安 就是分焙心太多了 浮動 情形浮動 就是 叛六神境界 而是應當修子子 就這樣 修子子當然也是一樣 這個子就是一樣 剛才 他子是剛才前面講 戲眼熟性子 知性子這些 我在 我在 就是類似我散亂的話 我就可能要 下地一樣就這樣 也是類似 那這樣的這種話 你要怎麼修 無常怪好了 等一下就沒有了 對不對 提醒自己啊 這念心啊 不可能二六時鐘 都不一樣的散亂 他等一下就沒有了 就這樣 一樣等一下就沒有了 就這樣 要修子子子這樣 這類說 對心浮成修病子子 但是呢 其實是怎麼樣 你一定要觀 要什麼 要用那個 除捨定 就這樣 捨眼前的境界 你要觀照眼前的境界 是無常的 就像我眼前 正報的身心 一報境界對不對 是無常的 對不對 慢慢體會到 哪次呢 內心的心也是這樣 也是了不可得 就是慢慢 要這個 這個子 就是要慢慢對自內心的那個散亂 都這樣 除捨定 那個意思 所以最後一段 擔心 善是藥病 相對用之 藥 善是藥 藥是法門 善是就你要善你 了解 善是就你好好的體會到 就是你要 藥是法門 病是煩惱 對不對 浮成 浮成就是病 病 浮就是 之夜散亂 成是一個分成的病 這散亂的病 要用什麼藥 對自內心 必須說好了 為什麼要貪 有種不器官對自內心 對自 貪離心就是這樣 就像這個 就像我們以前講過 這個佛陀的故事 那一般內盤經講過 因為它這個 它不是 社理我遵守 不是有兩位弟子對不對 一個是洗衣將對不對 一個是鐵匠對不對 佛陀 因為遵守 他叫這個在家是鐵匠的人 修什麼 不禁官 在家是洗衣將的人 修什麼 屬錫官 結果沒有成就道業 對不對 佛陀就跟他 跟遵守講說 你這兩位 因為修了很久 沒有成就 想要還屬了 佛陀就跟這個遵守講說 你這兩位弟子啊 沒有成就道業 你要跟他們喔 原來是修屬錫官的 他是在家是洗衣將 現在現在跟他講 修什麼 不禁官 原來是鐵匠 原來是在家是鐵匠的 修不禁官 現在現在修屬錫官 結果 尊社理佛祖 就聽從佛陀指示 就叫他們儒法 就是尊是那個 根據佛陀的那個提示 開示後 這兩位弟子 他兩個弟子 就改變 相改變原來法門 結果成就什麼 聖道就是這樣 說善事並要相對用之 就是你要 你這個有時候那個 因為每個人根據不一樣 有利盾啊 就是要因財施教 就這樣 這善事要並相對用 就是因財施教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一一不得之 不得於對之 有怪癖之事 就是你要 你這個 像這個佛陀 你能夠 但是這種 不簡單 佛陀有那個 他能夠智慧 能看出來 能夠見別眾生 根據的利盾 那不一樣 那社理尊者是智慧第一的尊者 他看不出來 他是佛陀 只有佛陀啊 那個智慧 所以這個法門啊 法門的要 對之煩惱病 也是要這個智慧 不簡單 確實 如果一不得對之 有怪癖之中 你 是沒有 沒有得到那個效果 對不對 施過施嘛 就是你 你沒有辦法得對之 沒有對之那個病啊 因為今天 你修這個法門要怎樣 目前對之煩惱病 是這樣 那今天念法門怎樣 那念法門沒有這個差別性 因為今天講的是什麼 聖道門來講 是這樣 那今天我們好 接著我們看 接著我們回到那個 請看三十一頁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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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以修止觀 這 這講就是 方便事宜啊 就是 這個便宜 就是方法門啊 這個 乙就是這種 適合 適當 適宜 就方便法門啊 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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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過 就有 因為每個人的根基有 利頓 對不對 每個人耗掉的法門不一樣 那所以要 剛好 契機啊 適當適合那個人的根基 這是一共有四行一起練 對不起 五行一起練 三 隨便以修止觀 行者 適宜 即應用此 安心 若以坐禪時 雖為對自心浮動故修止 而心不治 亦無法力 當是修觀 若以觀中 即結心神明禁 其然安穩 當之遺觀 其當右觀 安心 啊對 四者 勒說 隨便以修止觀相 但須善曰 便以修之 則心神安穩 煩惱泛息 正諸法門也 對不起 忘記那一行 那個齁 這段話齁 就是說 你他應該隨 隨順啊 這個 每個人啊 因為每個人的根基啊 他的耗藥 也過去生的習 還有過去的習氣不一樣 就隨便以修止觀相 因為這個 陪你這個上次也講過 以前在講 這個原來的根基一樣 根基啊 有利盾啊 善哥有厚薄 是這樣 隨便以方法 方法 方法 事以修止觀 那這裡面 雖然我們做的 是對自心塵固 分塵啊 修有觀照 但是心不明鏡 沒有辦法明瞭 沒有明瞭 沒有清淨 沒有辦法得到法的利益啊 雖然你觀照 雖然層要修觀啦 對修觀來對自他呢 但是 有需要修止 比如說 知心子啊 那些 細心水 若於子時 雖然你修止的話 身心都安靜 當時應該用止 是這樣 如果說接著 你用止 這個止就是 用止 用止 一切法都不可的 止一切法都不可的 那身心安靜 應該修這個止 即用止安心 相對的 若以做止對自心浮動的話 故修止 而心不住 因為浮動 心散亂啊 相關判理是說 因為散亂的話 要想 關這個 就是說 就是這樣 你切法都不可的 心 修止啊 三心了不可得 但是呢 卻沒有辦法安住 不住 也沒有辦法法律 在修關 修什麼關 剛才的時候講 對自關修不禁關 或是那個像不禁關啊 慈悲關一樣 就是說內心的浮動 比如說 昨天被人家怒罵我 罵我 哇內心呢 越想 越想的越多 這時候呢 用什麼 有時候心沒辦法安住 就是這樣 沒辦法用什麼 指 就是 過激心無德 現在不可得 這沒辦法安 沒辦法 心切沒辦法安住 就這樣用 修關什麼 關什麼是關 比如說關什麼 慈悲關 有時候修慈悲關 或許又不斷不一樣 因為 雖然他如果把我 也是包容他一樣 就是類似一樣 就像是修關 比如說啊 這盧母的友情 提示一下 不要再包容他吧 顯示我們慈悲心嘛 因為對人慈悲 顯示我們內心呢 內心的心量大 有時候這樣修關 慢慢來 這種代表用智慧 慢慢來 這時候你就不會 起那種 昨天呢 怎麼樣被人家怒罵 或者怎樣 就包容他 就是類似那個意思 就讓心能夠安住 就在佛號上 就這樣 所以說一關 若以關中集結心神 如果 譬如說你修這個關 就那些人能夠 讓你第六四 內心喔 明禁就能夠 這時候呢 很明瞭性 明瞭性 而且很清淨的話 那就應該修關 這個一段話是怎樣呢 其他用關安心 所以 智慧大師意思說 有時候不一定要修職 雖然說 有時候你就 是善難 善難的人要修職 不一定 所以 子觀呢 你看人的那個 當下 他用子觀 或用關比較好 是這樣 就是看人 修職 所以 所以便宜 所以便宜 修職關下 但是 因為 就是說你要看每個人的根基 就是說 當下 是這樣 因為每個人 有時候比較 就是每個人的那個 根基 以及 那個 善根的厚薄 善根的厚薄 便宜修職 便宜就是一種 方便法門 適合 適不適合 來修職 那重點是 讓你 讓你心神安穩 心神安穩 就是讓我 這類第六世能夠 那個 明瞭性 而且能夠 內心 不但 深安穩 而且內心安穩是這樣 那這時候 就不會生起煩惱了 重點是 意思說 這煩惱就是 不生起 分層的煩惱 不生起什麼 那個 善難的煩惱 就是 浮塵的煩惱 這個煩惱就慢慢熄掉了 任何人能夠 震到這些 總統法門是這樣 好 講到這邊就好了 接著我們看 第四個 對字定中 細心修職官 這一共 這段話是比較 比較長一點 我一起念一下 從第四行一起念 到 倒數第3行一起念 念到 38頁的 第二行 四 對字定中 細心修職官 所謂行責 先用止官 對破粗亂 亂心進行 其得錄定 定心細固 傑身攻擊 所以快樂 獲利便心發 能以細心 其拼寫之理 若不日定心 只其虛狂 畢身貪著 若身貪著 只以為實 若之虛狂不實 其愛欠 而煩惱不其 其事為修職 稀負修職 若心猶著愛欠 節夜不息 而時應當修官 觀禮定中細心 若不見定中細心 即不執著定見 若不執著定見 則愛見煩惱也 西皆催滅 世明修官 此者列說 對字定中細心 修止官下 分別止官方法 並同於前 但你破定見 惟系之師 惟義也 這段話 就是 大家體會到 他講得要更深入的 就是說 這段細心 就是說 定中細心 就是說你已經在定中了 定中 也就是說 你得到那種 有種 法喜的 就是說 你好了 比如說好了 你成就 那個 一心不亂 三分中一心不亂 五分中一心不亂 那個意思 我們講 念佛好了 看一下 對字定中細心修止官 細心定中 就是你在念佛 比如說 三分中一心不亂 五分中一心不亂 細心修止官 細心修止官 就是這樣 他用 行者心用神 止官對破 出亂 就是剛開始了 那今天我們講 念佛我們 其實念佛 我內心 內心不起妄想 不起妄想就是止 我念佛 念得清清楚楚就是官 就是這樣 一般來講 這段話 我也PO書給大家看 這是歐一大師講的話 他在沾茶三二葉包技藝術 有這麼嚴重的說明 就是念佛的止官 這麼講話 對出對字 對字 破除內心的散亂 出亂就散亂 因為 防護眾生剛開始 出到那個希望就是這樣 對字破除內心的散亂心 這散亂心既能夠熄滅的話 馬上錄定 那今天我們說的止官 他止官是聖到我們 今天要念佛 念佛的止官就是一樣 那第一次故 就是說這內心呢 我們成就念佛上面的說 三無中一心不亂來講 三無中一心結身空氣 就是內心 這時候身體 得到發喜 就是那有所謂快去發喜 你知道 發喜樂 因為知道為什麼 這個因為他講到這些都是 聖到我們來講 聖到我們來講 就是內心的人 有一種那個 比如說味道地定好了 易界定 有沒有聽過易界定 易界定 易界定和出產的中有一個味道地定 是這樣 講到這個講到 就是說迫許講聖到我們講 都不可得 好像空就是內心 好像沒有這個色身一樣 空就是類似那個意思 那個味道地定 有那個意思 其實空就是內心 其實空就是內心啊 這個色身啊 好像沒有空空的一樣 空空的一樣 得到發樂 發喜 這時候呢 就是那個 清安樂一樣 清安樂一樣 講清安樂 如果用佛法來講 清安樂 什麼清安樂 因為你內心 身心不太出眾了 本來是出眾的色身 慢慢藉由靜咒 慢慢得到那個清安樂 因為味道地定有那個意思 就易界定 味道地定有那個意思 身好像空有 好像漏有漏無 好像有 又好像沒有一樣 不過這時候呢 過利變心的話 這時候呢 這個利 有時候 有時候任於 就是說 這時候呢 利變心取片 就利變心發 就是那種 利變心發 能以心取片的治理 就是說你自然而然 有被心 就心髓靜轉 意思 能以心髓靜轉 是被心髓靜轉 變成境界啊 其實你不知道 這個身心啊 這個雖然你得到那個清安樂 或得到那個色身啊 肉有肉 取片的治理 就是那個利變心發 就是內心啊 被這個境界所轉 其實所取片的治理 就是 不曉得 今天想想看 你成就這個異界定 還是出長境界 外定或異界 都是什麼 就 禪定的因緣 而成就出來的 對不對 這是因緣所生法 所以才偏寫 或者偏寫 他以為是 得到 你以為 以為都是被心的靜轉 他 因為眼前 你得到這個 這個色身是 肉有肉無 內心得到清安樂 都是呢 也是因緣所生法 是只有 修持這個餐廳 也有成就出來 所以才會 得到 取片的治理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才去 那其實 所以 若不知定心 只喜慷懷 必身貪著 是這樣 因為他講到 若不知定心 是虛狂的 虛狂 因為你知道 定心指 都是定心指 是虛妄境界 都不知道你知道 你今天能夠內心 能夠安定 得到這個清安樂 都是虛妄的境界 是虛狂的境界 為什麼虛妄境界 因為他是因緣所生的 什麼意思 隨這個 禪定的因緣 而成就出來的 定心是 他呢 定心呢 說你這個是虛妄境界 是那個定心指 虛妄境界 必身貪著 就你不知道 這天定心 能夠止息 妄想雜念 虛妄境界 必身貪著心 就是今天你會為什麼呢 你讓你這個色身 樂有樂無 空氣又樂有無 第二個 讓你得到安樂 快樂 那種內心的那種 心安樂的境界 你如果不曉得 它是虛妄的 虛妄的是 如果定心啊 這些能夠 能夠止息 是虛妄境界的時候 你一定會生你愛照心 為什麼 也是真實 心垂進轉 不非被這些 情安樂 乃至那些這個身體 若有若無的空氣境界 所迷惑住啊 你如果說呢 這知與非死的話 就是說你要了解到 就是 若知與非死 若知 若知 若知虛妄不死 這愛見婚老不齊 那會人知道虛妄不死 是唯心所欠的境界 它是藉由內心的因緣 什麼內心的因緣 殘念的持久 這愛見婚老不齊 是為休止 是這樣 是為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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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欲見婚老不齊 是為休止 就是欲見婚老不齊 就是欲見いう間回失 就是欲見婚老不齊 就是欲見婚老不齊 是為休止 怎麼講呢 就是說你今天啊 你士爲 你如果知道 加入婚 appreh 知道 他是 是遠慎無性的 就是 假見內心因緣成就 是為休止 但是休止的時候 心態深深的愛見婚老 愛見婚老 見世負 那時候 接不行,念念不洗,而使他修观,观你地中细心 怎么意思呢?其实在观照什么?就是唯心所限境界 修观是观唯心所限境界,就是观你地中细心 怎么讲呢?请大家看一下今天户表,第二页一下,第二页 观中地中细,怎么意思呢? 这三行一起念一下,倒数第三行,第二页倒数第三行 一起念,真如不在依他性外,诸心若观真如,必将忘记 一个无名无相,旷如虚空者,以为真如,便成骗记所持 此情罪不可救,以不达诸法当体无信,堕恶其空 大家先这么讲好了,你要了解到,今天好了 我先讲一下,你今天观什么?你观真如好了 你成就明信,好了,你讲到最好了,你明信见信好了 我见到什么?见到正如好了,不要像看说 若见就像飞向极尖软,其实都是 第六四的什么?相分,知道吗? 我先讲一下,今天你观到这个镜中,看到这些 其实都是第六四的相分,听懂意思吗? 这是我一下子再讲,因为时间关系啦 因为到时候,听第三列,第三列,第三列一下,第三列 对不起,第三列看一下,第三列,是我一大师讲的话 我稍微深入一下而已 第三列,一共有六行一起练一下 我一大师指知,由于不知所观境,即是第六四的相分 因而错认,矿若虚空,无名无相的所观境 是本来面目,是将此所观境,哪为因缘所生法 亦是为心所现之境 是延生无性,无有杀而可得 如金刚经所淫,虚不离 我以欧尿多罗三秒三不离,乃至无有杀而可得 无有杀而可得,指延生无性,当底极空 乃至指空到极是为第一异地的空的境界 四名欧尿多罗三秒三不离 何况金刚经也指知出国乃至世国欧罗汉的圣人 内心都不作念其所成就的圣境界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概因为这个简单 因为时间关系,大家 因为为什么要念,因为下次我们再继续研讨 就是说这样,你要了解到 不论你成就什么境界 出国圣人好了,他知道就近中像一样 他不会直走的,不知道 今天哪日你成到清安乐 成就好,成就三分钟一心不得好了 五字运动义法,乃至念我上,他知道 心中,都近中像一样,为什么?一年所生法 他不会执着的是这样 集中在讲到这个异法 好,也时间关系啦,跟大家喔 先到这边啦,下下文场,故意来日 我们就一起飞向 愿你此功德,穿远佛净徒,上报四中安 下记三读谷,背后借文哲,西娃博离心 尽即报生,同生即乐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